我們剛才上了一些很難的課 那其實現在這邊我會講比較簡單一點 那在進入課程之前啊 我大概就是這時候大家意識是最清楚的 我只要講一下這堂課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什麼是儀器控制呢 或者說什麼東西是好的儀器控制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在 這個東西跟超快速度 或是跟我們剛才前面講的那麼多光學元件啊 電子儀器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我們隨處可見 儀器控制其實現在目前就是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看得到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其實進入一個物聯網時代 所有的我們身邊的就是傳感器啊 其實它最後都會接到一個小電腦 然後幫助我們分析訊號 那就是幫助我們 就是讓我們的生活變過得更熟視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隨處可見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就是今天 算是最普遍的就是平常你們都會遇得到的東西這樣 那什麼是好的儀器控制呢 這個是我今天最要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一個好儀器控制就是 剛才養養博他講了其實他講了很多非常複雜的 這些光學的儀器或者說電子的儀器 他背後原理都非常複雜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些很複雜的問題做簡化呢 就是要靠儀器控制 假如你今天操作 你今天在做一個實驗或者說 你今天比如說你在開車好了 你要去想就是他背後 很複雜的那些物理原理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儀器控制可能就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你在做實驗之後你真的不會去想說啊 我的這個SYNCLE SHOTORCORREATER 他後面的原理是怎樣 我要怎麼做操作 我希望就是我東西輸入進去之後 我馬上得到 從SYNCLE SHOTORCORREATER上去得到就是 啊! PURSE DURATION 那這樣的話你的實驗就會變得很簡單 那這樣子也會幫助你就是 你可以去更專注在你自己實驗的題目上面 而不用去糾結在這些工程問題上面 那這個是我覺得就是儀器控制 就是非常主要的目的 那我們用一個就是比較生活化的例子 講一個小故事好 就是之前我去買車的時候啊 然後那個那時候我去看一台車 那我們通常買車前會去試車嘛 然後試車的時候我開開 我會覺得今天才是新車 然後新車現在通常就是在右邊中控台那邊 以前都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按鈕 但現在都會變成一個很大的8吋大平板 那變成說我要打個雙黃燈 或者說我要聽個音樂 然後或者是我要開個冷氣流 我這樣就是我在看然後在邊刷 其實這個操作上來說 以前反而我覺得以前那種按鈕式的架設 它反而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設計 那現在可能是為了一個追求一個潮流 就是我什麼東西我全部都要給它智慧化 全部都要給你去控制 然後就變成就是讓它 變成你在開車的時候 我已經台北市的交通已經很複雜了 然後在那邊就是在看那個平板 在選你要什麼功能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必要的一個儀器設計 甚至就是它那台車它還有配備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渦輪的車 就它會有就是比如說我在轉彎 我在開山路轉彎的時候 我們減速再加速那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Turbo Lake 我那時候就有跟那個業務就是跟他講 我這個這台車這個Turbo Lake 可以讓我覺得真的反應很慢 他說哦 沒問題 這台車配備了一個 有一個那個撥桿的一個變速的裝置 你這時候就趕快去右手撥一檔 降一檔 你就會覺得有利了 那我想說那你為什麼這個東西 幹嘛一開始就把它就是做在它層次化 就是它自動判讀這件事情 我還要就是轉彎之後 這時候我要撥一檔 降一檔 然後再繼續開這樣子 再升一檔 我就覺得那撥法就是 讓我覺得就是很困擾 就還不如就是比如說CVT的車 它就無斷變速 讓你開的就是非常的舒適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好的儀器控制 它應該是會讓你覺得在操作上來說 是非常得心一手 讓你不要去想一些就是很多有的沒有的問題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這堂課最重要的東西 你就是你今天學的東西 你應該是要想辦法讓你的生活更便利 讓你的實驗更簡單 這就是這堂課最主要的目的 那我們今天會講 第一個就是小電腦 那其實它小電腦有分很多種 一個就是MicroController 或者說我們的CPU 然後還有FPGA是現在比較常見的 現在比較新的一個控制器 然後還有PLC是在工業界很常做一些簡單的環境的監控 或是控制的一個控制器 然後再來我會講說 前面其實在楊雅伯的部分 它講到就是我們把一個物理資訊 然後把它轉換成 把它從光老那邊它要做一個過濾 然後再把訊號放大 然後再到儀器這邊要做一個AD Converter 那到AD Converter 它數位化之後 其實數位這邊其實也是一個訊號傳輸的問題 所以這邊我也講說 你要怎麼去選擇一個適當的一個染線 然後去傳輸你的資料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再來就是我們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其實就是幫助你去 我剛剛講就是讓你的操作上 或者說在使用上更簡單的一個方式 那這邊的話 我是用LadView當作一個例子 那也是我們現在目前實驗上比較主流的一個統合的軟體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就是實驗室的一些裝置 然後最後在這行課最後我會給大家一些 就是假如說你們要學 在實際上有需要學到自動控制的話 給你們一些有用的resource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要怎麼去學這東西 會比較快的一個方式這樣 那首先一開始我們要先來比較就是 自動量測跟手動量測的差異 手動量測基本上這件事情就是在 一輪就到我們現在就是自動化 算是蠻普及的一個時候 但是基本上手動量測它還是一個無法避免 我們有時候還是需要去做一些手動 簡單一些手動量測 比如說像在我們實驗室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在每次做實驗前 我們實驗它大概會有三個禮拜的時間 但通常我們就在第一週的時候 我們會去量測雷射實驗到 target 上面的效率 那這個通常就是我們在一整輪實驗 我們可能只會量一次或兩次 就我們不會每天去量 因為它其實會花一點時間 那甚至是我們各種就是相機 我們用相機去拍攝一個東西 我們需要去校正那個相機 它在空間上的大小是多少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在實驗前我們會做一次 但我們不會每天就是拿一個尺 然後去讓相機去拍去校正說 這個相機它拍到尺度是多小 那這種就是一次性的一個手動量測 那這種東西我們就不太會去把它去做一個自動化 因為它做自動化 其實做自動化它是一個有點麻煩的事情 那你這種就是 我不需要 我可能就是三個禮拜只要量一次的東西 我就不會去選擇去把它做自動化 因為它反而會你做自動化之後你要去維護它 那反而就是你會花更多時間精力在上面 那還不如就是我就手動 我真的要去取得那數字之後再做一次量測就好了 所以這就其實就提到說 什麼時候我們會需要用到自動化 第一個就是 一個重複性的量測 就比如說 比如說我一個小時 我剛好就是我要存100DL 然後它是一個重複性 我就要一直不斷記錄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種事情 你如果手動就是拿了紙筆 然後看著那個儀器 在抄寫數字的話 你會覺得就是人生很無聊這樣 對 所以這種東西 我們就應該要讓機器來幫我們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第一點 那這個其實會講到說 其實因為我們在做一個實驗之後 其實我們要記錄的 我們的實驗資料非常多 然後我們的實驗參數也非常多 比如說我們電控平台 一次的實驗可能就會有20個電控平台 每個電控平台它都有它的位置 所以假如說你是必須要手動去抄寫 就是每個電控平台的位置的時候 就是你每次就光在記錄這些東西 其實就會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做自動化 就是我每次在取一筆data的時候 它就自動就是upload到我的data 在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自動化沒有做到那麼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做法就是 通常我們是三個人做一個實驗 那比如說我是隊長 然後另外一個也有小組 然後今天我們要take一個data 那這時候假如說我們是手動控制的話 手動去取data的話很容易出錯 原因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就是 我今天設了一個實驗參數 然後跟他說 我就跟另外兩隊人說 第一發我要取 我要取這張data 然後另外一個人 他就要去負責就是去改這個實驗編號 因為他每個編號其實對應到不同的實驗參數 所以變成你要手動去改變這個編號 然後你要手動去存檔 然後另外一個人他也是要去改變 改變這個檔案的名稱 然後手動去存檔 你大概存個10張可能不是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當你今天你要少個100個點的時候 就是人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100點的時候 他中間就是開始 人就會開始出錯了 那出錯你有可能會出什麼錯 比如說他存到第10個點的時候 結果他這個數字改成11 或是變9 或是他忘存 然後這個他可能 好他有可能有存到 那這樣的話你最後再分析的時候 你覺得好奇怪 很倒楣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盡量就是 這種重複性的東西 我們要盡量就是讓機器來幫我們忙 那避免這種就是很初級的失誤這樣 那再來就是其實 這個是我們後來就是我們會想要把儀器控制往後發展的東西 因為其實現在其實網路的速度很快 在之前就是我們 假如說我們有合作單位要來跟我們實驗室做合作 他們必須人要到場 到中央大學來 然後跟我們一起做實驗 跟我們一起就是這樣子 手動這樣子 但是其實之後我們其實有可能可以把所有的操作介面 把它就是做一個雲端化 變成說你可能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你可以再同步就是更換你的實驗參數 然後取得你的實驗資料 所以這個是我們之後會想要嘗試做的一個事情 再來是實驗環境長時間的一個監控 比如說像我們在做光學實驗的時候 其實實驗室環境的溫度 然後還有濕度 這個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雷射的特性 我們必須要對環境的溫度跟濕度去做一個監控 那監控的話 這種長時間的監控其實最好的辦法 其實也是去做一個自動化的一個儀器控制 好 那這三個其實都是做自動化量測的一個好處 那它的壞出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它其實 它是需要花人跟錢去維護你量測系統的一個 硬體跟軟質 因為其實 比如說像現在其實我們電腦的作業系統 它其實不斷會在更新 可是你的硬體 其實你硬體的韌體的部分 其實在出廠的時候 它基本上廠商就不會幫你再更新韌體了 那其實像我們其實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10年的儀器 你的作業系統就是從以前的XP 然後最後升級升級升級到後來Win10 那你就會發現說 哇 我今天用Win10作業系統 我竟然沒有辦法去驅動以前就是在XD的層次了 那這時候你就必須要 你變成說我把作業系統升級之後 好 我就可能連主機板都要換 然後最後就會連我硬體的軟體 全部都要去做一個更新這樣 所以變成說其實 你並不是說我搭建了一個制動化系統之後 它就好 它是你之後其實你是要去照顧它的 因為其實通常一個系統搭出來的時候 它多少會有一些問題 你就必須就是長時間去觀察 然後去看你的系統問題會出在哪邊 所以像是它需要花精神跟行李 因為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就是一些簡單的量測 然後或者說不是重複線量測 我就不會選擇去做制動化 因為它很麻煩 OK 那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地方會用到一些控制呢 比如說醫院 我們會有新建筒去 比如說你在住院的時候 護士它一定會在你的身上去接很多centrum去看你的一些生理特徵 然後再來是工廠 工廠它其實它為了要讓它的產品有一個標準 或者說在它生產 它其實作業員它並不是很了解說各個原理是什麼 所以它就必須要有一個很友善的工作介面 讓那些operator 它知道說 我可能就這幾個按鈕就照著 工程師可以順序按一按 讓它的產品就可以順利出產 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個一切控制 假如說你們去當工程師的話 其實很多其實就是要解讀這些問題啦 那再來是超商 這個是未來我相信就是之後 無人商店應該會慢慢的越來越多 對 然後再來是家電 其實像以前傳統家電 它其實你會發現現在以前一些家電啊 它現在開始功能比較越多了 然後再來是大眾交通運輸 比如說火車跟飛機 它其實它也就運用到 它必須要運用到很多的傳感器 然後把資料傳送到處理器 去做完分析之後 然後再告訴駕駛員說 你要怎麼做操作 或甚至有些根本的可以做到自動駕駛 這個就是醫院大家常看到的一個 生理監控器 那它其實主要功能就是 它其實就會監控你的 比如說血氧飽和濃度啊 或是心跳的一個速率 心跳你的體溫啊 然後這些 所以這個也就是幫助醫生跟護士 他可以就是知道說 你是不是還活著 你是不是還健康 假如說他這邊就是突然開始尖叫的話 他可能就會需要做一些緊急的處置這樣 那再來是無人商店 這個是我後來 我之前去松山高東附近 台北市松山高東附近 然後我發現他們 現在7-11開了一家無人商店 那很有趣 那它前面它就做一個自動 就是臉部辨識系統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camera 它直接看你的臉 然後假如說你有在7-11註冊會員的話 它看你的臉 它知道說 哦 你是我們副客 你就可以自己來消費的 然後消費之後也很 現在真的是非常厲害 它其實 它在這邊裝了一個相機 它做了一個影像辨識 它直接就是可以辨別說 你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幫你結帳 然後你通常 我們現在就是直接用一個行動支付 去做一個支付這樣 我相信這個之後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看它一家店就少了兩個店員 其實7-11那麼多家店 其實我相信應該 之後講到說的話 整個自動化設備的那個 cost 降低之後啊 其實省掉這些能力的話 我相信對於7-11來說 應該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cost down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就是之後真的可能 我們很難看到就是 很辛勤的超髒 電力超髒的那個店員這樣 然後再來是家店 現在家店非常多 都用到了一些的機器控制 比如說像我們實驗室有買一個小地機器人 它基本上它就上面有非常多的傳感器 比如說它有一個LIDAR 就是用雷射 然後它就用雷射去做一個 Time-off-by量測 量測就是它空間上 每個點跟機器人距離是多少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個空間上的一個分析 然後去規劃它的路徑 去做一個 它最有效率的一個小地路徑 所以這也是一個 儀器控制一個翻譯 然後再來是 之前一段時間很有名的 輸回料理一個家電 這個東西啊 其實我覺得它很簡單 它其實根本就是一個電湯匙 然後配上一個溫度計 比如說它成本大概兩個加起來 最多不會超過一千塊 像這樣抖起來 在上面放個晶片之後 它用五千塊賣你 所以說假如說今天你會做儀器控制的話 就是像光島也都很希望就是 我們可以就是自己手動DIY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用家裡不要電湯匙 然後再去買一個便宜的生物Couple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做一個蘇北棒 這樣你也可以當一個大廚 科學家也是可以當大廚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門鎖 以前門鎖就是用一個鑰匙 但是像我就是很常忘記帶鑰匙 那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很方便 它可以直接掃指紋 可以直接 它有一個camera可以點部辨識你的生物特徵 所以現在就是用生物特徵的方式 讓你可以去控制你家門的開關 這也是一個儀器控制 甚至它現在就是它可能還可以連上網路 比如說你就知道說 你在外面你就知道說 今天有幾個人到我家來訪過 那說不定有個不速之客 你就知道我現在要趕快報警了 就是說東西被偷了之後 你回家的時候你才嚇到這樣 你在外面就可以及時做個反應了 所以這些好的儀器控制 它的確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 這也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那這個是我剛剛我自己的一個例子 這我也希望就是大家 儀器控制這個東西就是要學能有什麼 就是趕快試就是拿來玩 這個我是把那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那時候我就把家裡一個 就是不要爆米花機 因為爆米花機 它通常就是用一個可便電阻去做一個 再配一個track 的電路 然後去做一個ACA功率的調變 那它就 因為你在烘咖啡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一個很精準的一個溫度控制 那其實這個東西也很簡單 所以我來說就是剛剛那個蘇菲飯 它其實也很容易 因為你就是用一個電腦 然後你去對 你去用一個track 的電路 然後去做一個它樂施的功率調變 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有一個東西可以調變 就是它裡面的溫度 然後你在上面再裝一個溫度計 那你就可以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去做一個這個東西 在溫度上一個付回饋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用就是很便宜的材料 然後藉由你的一些構思 然後去把這些斷垃圾嘛 然後變成一個就是 上萬塊的一個烘豆機這樣 像這邊其實它就是橫軸是時間 然後重頭是它裡面的溫度 那我就可以就是設計我那個溫度曲線 去烘焙就是你想要的咖啡風味這樣 然後比較複雜的氣質控制 就是我想應該就是飛機 然後甚至是火車這樣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它跟你的安全息息相關嘛 所以它其實 它裡面其實用到了就是很多的一些 sensor 那它的 sensor 它要去判斷就是 就是無論是車子的機械結構 甚至是外面的環境狀況 它就要去判讀這些資訊 然後對它判讀這些資訊之後 分析給駕駛員 那再給駕駛員去判斷就是 我今天我的飛機要怎麼開 我火車要怎麼駕駛 所以它上面一定用了 就是比我們實驗室 還要複雜的儀器控制 那這個東西啊 它跟安全有關 所以其實就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叫氣死洞理論 就是氣死它在那個深層之後 它其實它上面會有小泡泡 所以你看到那氣上面就會有 一空一空一空 那你切一片下來之後 它其實就是上面會有一些洞嘛 那這時候假如說 你去堆疊好幾個就是氣死片的話 它就不會透光了 那這可以去描述什麼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做的一些 如果是傳感器 然後就是做一個安全的一個系統 它其實它一定會有漏洞的地方 但是假如說今天我把它就是串聯好幾個 就是安全的一個防護系統 理論上就是這個東西 它操作起來就應該是安全的 因為就像那個我剛說的氣死片一樣 它算說每個氣死片它上面有洞 但是我堆疊好多片之後啊 它就不透光了 但是假如說你今天你沒有去維護你的系統 或者說今天就是 我發現我系統上有好幾個生死的壞掉 但我沒有去理它 因為通常就是有些東西壞掉了 你的飛機還是可以飛 你的火車還是可以開 你的車還是也可以打開 但是有一天就是當它那個氣死上面的洞越來越大之後啊 兩個洞就是疊在一起 你會發現就是 你的氣死它太可以透光了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 就是上述這兩件就是很悲慘的意外這樣 所以這也是今天這堂課要跟你講的另外重點就是 儀器很方便 它很好用 但你沒有去做一個例行性的維護 你沒有去 通常每個系統都會有一些小蟲 你沒有去暗時的去除蟲 去好好耕耘你的系統 水能在周一能復周 然後就會很悲慘這樣 那雖然說這件事情其實都已經發生了 但是我們其實我們要從這幾件案件來 這幾件事情然後卻讓我們有一個警覺說 我們應該要按時好好維護我們的東西這樣 東西平常線應該要整號啊 或者說你們呢 比如說今天我們實驗室 其實我們上面有很多的FotoDive 它應該幾個有壞之後 應該就是早時間都應該把它修好 這些洞其實應該一個一個就是 它有壞就是要趕快補 我們就可以避免就是這些悲劇的一個產生這樣子 好 所以安全絕對是 就是在儀器控制上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因為其實我相信大家其實一定都會有 把自己家裡的家電搞壞過 或是把實驗室的儀器弄壞經驗 所以我們一定要避免就是這些事情 但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安全 然後儀器很貴 所以通常就是你在買儀器的時候啊 它通常就是工業界在給你儀器的時候 它不會像你一般的家電那麼簡單 通常有時候可能家裡的家電 因為你不需要看手冊 然後你就上面面板上面按鈕看一看 然後開關就把它打開了 通常這種心態你去對付 無論是工業界的 工業上的儀器或者是實驗上的儀器 你把它打開它就很容易壞掉 所以就千萬不要幹這種事情 在你拿到一個新的儀器的時候啊 其實你一定要就是 好好的仔細去讀你儀器的一個手冊 那一來它可以避免就是 你會因為這儀器而受傷 二來就是儀器很貴 就是一定要按照它的方法操作 不然你會把它弄壞掉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就是 整個我們要怎麼如何去簡化就是 比如說剛才上述講的 很多的光學儀器或者是電子儀器呢 這個圖其實代表就是 從我們sensor它量到物理訊號 然後藉由就是中間的一些電子電路 比如說它有一些filter 然後有一些放大器 然後分多工器 然後最後進入AD converter 這個剛好就是你們前面兩邊學到的東西 那我今天講的會注重在後面這部分 就是從AD converter 它把類比訊號轉換成了數位訊號 類比訊號其實它通常就是 你在試播上面 試播器上面看到的一個 通常會是一個AC訊號 因為它這樣才有訊息在裡面 當這個AD converter它把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之後 通常這邊它的傳說其實就變成是一個0101的訊號 因為我們知道說就是在資通訊裡面 其實你的電腦它裡面在做訊息交換 或是在運算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二進位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資訊傳到我們電腦之後呢 它會做一個運算 然後去做一個數據上的分析 那在你有可能就是 這邊有時候通常有時候 可能不是裝的是電腦 而是一個微小 就是一個麥克風說的 那它其實可以幫你做一些簡單的 簡單的一個程式判別 或者說簡單的分析 那複雜的分析的話 我們還是要由電腦去做一個計算這樣 那假如說你裝 你這邊在AD converter後 裝的是一個耐火Controller的話 那中間還是需要去做一個資料傳說 好 那 所以這邊又講到說 比如說以一個輸肥機來說 其實它整個在取得它的溫度 然後最後它會改變 它會改變熱濕的功率 就是讓它熱濕發就加熱你的食材 這個它其實是一個迴圈 所以一開始你會先讀到一個護理訊號 然後把訊號傳遞到你的儀器之後 它也有可能是電腦 有可能是你也拍過卡戳的 那再把這個資訊到你的電腦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有可能是用LayView 去安裝在電腦上面做一個控制 然後電腦分析完你的這個物理訊號之後 再交由就是使用者去判斷 我要怎麼去決定下一個參數 那也有可能是 你有可能是人工去判斷 你有可能是用電腦去做一個分析判斷這樣 那這時候就是它變成說有使用者 然後你再把你的訊息給裝置 然後裝置再去改變你的物理參數 那這就是一個就是 最基本的一個儀器控制的一個過程這樣 所以我先讀了一個物理參數 然後我把物理參數裡面得到的資訊 去做一個分析 分析完之後對整個系統去做一個反應 比如說輸肥機你就是去讀溫度 然後最後反應在它這個加熱式的功率上面 那比較複雜的系統的話可能就是飛機 它就非常複雜 它可能像輸肥機它可能就是 我不需要電腦 因為電腦一來它速度慢 二來它很貴 假如說你今天輸肥機它裡面裝一個電腦 它不可能做那麼小的 它一定就是跟你的 起碼跟你的筆電一樣大的 它做得很小 所以它裡面已經是用一個簡單的Micro-Control的 去做一個 因為它也是一個簡單的判斷 就是你的溫度也不回饋 所以它很容易 它可以做到很小 但是飛機它上面的話 我相信它裡面一定是有一個比較 效能比較好的電腦在 去處理各種氣象data 或是它飛機上面一些安全的傳感器 或是它引擎上的一個功率控制這樣 好 那在裝置上面的話 我剛剛講就是它通常會有一個微控制器 那微控制器的話通常就是 第一個就是Micro-Controller 第二個的話就是CPU 就是Micro-Porsesor 然後再來就是MPGA 這是目前比較新的一個晶片 那等一下我也會去提到 然後再來比較容易也是PLC 這個通常會出現在工廠裡面 很常會看到PLC 去做一個環境的監控 那在使用者介面的話 我們有哪些選擇呢?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等一下提到的就是Led-Lew 那其實因為Led-Lew要付錢 那剛好是中央大學也有付錢去買 那它其實 我覺得Led-Lew它對於出錢 對於C-Sharp 或者是Nitio Basic來說 其實Led-Lew它非常的容易上手 因為它的資源很多 然後它的 像他們這家公司 它未要算錢 它其實每年都會在學校去開一些教育訓練 那通常就是上個一個禮拜的課 通常你就會對於這個程式有些了解 因為它的教育 其實它的教育資源很多 就是如果你們想學的話 其實直接去它的網站上 其實它上面根本就有線上課程 你上完之後 其實你就對Led-Lew 通常你應該會撰寫一些簡單的一些小程式這樣 那假如說你對Led-Lew熟悉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試著去學就是C-Sharp 這是一個Microsoft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 因為它不用起來 像我現在也有在玩一下 對 那第三個其實 以前其實有Metal Basic這個選擇 那其實我後來發現它現在就是漸漸的太Face out 所以假如說大家要學的話 其實這個基本上可以丟在去學 像其實很多儀器它也不支援 就是Visual Basic的一些Function 所以變成說其實 目前我看到的比較多支援 還是以Led-Lew跟C-Sharp而為主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到就是 儀器控制裡面最核心的一個原件 就是CPU 那CPU它其實我這邊簡單講就是 它其實它就是一直在做1跟0的運算 那它第一步呢 它其實就是從你的層次庫 你的層次碼 通常我們寫層次碼可能會以C語言去轉寫 那其實中間它會轉譯成機械語言 機械語言它才是儀器或者說CPU 它可以讀的一種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它就會存在指令暫存器裡面 所以第一步就是CPU它從指令暫存器裡面 它去讀取 比如說我下一步可能是要做一個邏輯 畫師會做一個邏輯運算 比如說EndGate或是AllGate 或是NotGate 就是做一個比如說1跟1的All就是1 或者1跟0的All 1跟0All也是1 就是做一些簡單一個邏輯運算 但是因為CPU它其實速度很快 所以這時候CPU它會把機械碼 然後轉成就是CPU的軟件 就是它這時候 比如說我是11進來 然後我要做一個 我要做個End 然後做End 1跟1的End就是1 它其實就是一直反覆 很快的就重複去做這件事情 那它再把這個輸出啊 把資料去儲存到你的暫存器裡面 就是Ridgest 就是CPU裡面就是最快的暫存器 通常我們在儲存資料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種 那其實它可以從容量大小跟速度快慢 去做一個分別這樣子 比如說像硬碟 就是我們現在買到硬碟 其實都很大 1T、2T的都有 當然它跟Register比的話 它其實速度是 或者說跟SRAM跟DRAM比起來 它其實速度是比較慢 那通常就是在電腦 其實無論是電腦或Micro-Controller 其實都有這些東西 那這速度跟軟件大小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比較一下 那再來就是我電腦跟我的微控資機 它到底差別在哪邊呢 電腦通常就是它 CPU它只有處理器 那其他你的記憶體 或者說你的一些輸入跟輸出元件都需要外接 比如說你的電腦你可能會裝TL花束 或是鍵盤 或者說你可能還有一個camera 那些東西全部都要外接 所以變成說通常一個 就是當你用CPU去做一個處理的時候 你的體積會比較大 然後因為你要買很多東西 所以它的成本也會比較高 然後因為它的東西很多啊 所以它的功率消耗也會比較高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說 今天它可以做一個就是很複雜的運算 比如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一個複利額的轉換好了 我不會選擇就是 我的Micro-Controller 就是收到訊號之後 它要馬上做一個複利額的轉換 因為它這樣的話 它通常那個回圈 跑一個回圈之後 就不知道要花了多少時間 所以這種東西我一定是 訊號傳到Micro-Controller之後 再回傳到我的電腦 然後電腦才去做一個 複利額的轉換 那它在下旁邊 給我的Micro-Controller 好 那相較於Micro-Controller的話 它基本上它一出來 它剛才上做一些所有功能 它全部都整合在就是 中間這個晶片這樣 所以它的體積可以做到很小 然後也比較便宜 通常我們買一台電腦 起碼要幾千塊 但是假如說以Arduino為例子的話 通常你買一個這塊板子 應該才三、四百塊而已 那它的功率也比較高 甚至有些晶片它其實 它會有一個省電的待機模式 所以其實 以電腦來說 其實你用筆電的話 你頂多只能撐一兩個小時 但假如說你是用一個 微控制器就可以控制的話 它光靠一個電池 其實有可能就可以撐這樣 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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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其實比較適合去做一些 但是因為它的效能沒有像 就是它CPU的運算能力 它就沒有像電腦CPU那麼強 所以它就比較適合去做 通常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運算 比如說就是剛才以輸飛機為例的話 它就是浮到 然後現在溫度比我的設定值還要低的時候 那它就發訊號 然後讓勒斯去做加熱 就是這種簡單的動作就會很適合 就是用一個Micro Control來做 假如說你只是把這個判別 讓一個電腦來做的話 也是可以 但它就有一點殺肌煙用扭刀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現在目前比較新的一技術 就是FPGA的晶片 它的概念其實跟CPU是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它跟CPU一樣 就是它有一個IO 就是因為我們一個東西一定要有一個輸入、一個輸出 所以你一定會有IO block 然後再來就是 CPU的話它只會 通常一個核心的話就是一個邏輯者 就是它就是一個計算器 然後它一直不停的 一直不停的做運算 但是一個FPGA的話 它上面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多的一個運算的運算子的array 然後它藉由就是 我們層次在去編寫CPU做計算 去計算的時候是給它指令去跟它說 我要做什麼動作 但FPGA不是 FPGA層次是你去編寫 它這邊的線去怎麼去做連接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用這個當例子 就是它這兩個 它這兩個邏輯電路啊 它其實做的是不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像這個FF它其實是輸入ABC 然後輸出F 那它的關係是這一個equation 那這邊的話是也是輸入ABC 它輸出是G 然後它的關係是這個equation 那這個的話 我上面有這個表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 那起碼大家現在可以知道說 這兩個東西它是不一樣的功能 但是假如今天說 我今天把輸入啊 把它讓它變 把它讓它變問號 然後把這些運算子 讓它變問號 這邊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你就會發現 原本我左右這兩張電路圖 邏輯電路圖 它其實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現在看起來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好像差不多的感覺 這個就是FPGA它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程式語言 或者說FPGA獨特程式語言 去編輯這邊的電路 就變成說 原本假如說我們 假如說是用電子學的方式 你看一看它就是只有一個功能 那你今天你用FPGA 你去做一個程式賺錢 你就可以讓它有不同的 就是邏輯運算功能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那它跟CPU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CPU通常就是一個核心 它就是快速運算嘛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做到一個 同步的運算 但FPGA有機會 因為它其實它譬如說上這邊 其實它這邊就有三個核心 它是同時在做運算的 這個是CPU就是做不到行 CPU它一定是一個算一個一個算一個算的 就是把指令丟給它 那這邊是你去把線編寫好之後 我輸進去什麼它就丟出什麼 這個是它這個CPU跟FPGA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其實就是講是說 其實它的程式語言也是非常難寫的 因為像現在其實我也看到有些廠商 它希望用FPGA去做一個預算處理器 它的程式碼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因為通常我們要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是習慣 就一個指令一個指令去寫 但FPGA的話那個邏輯就完全不是那樣子 它就我現在我也看不太懂 我只會把它當一個邏輯電路板實際網路 對 所以我剛剛其實就已經講完就是 那個PGA跟微控制器它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PLC 這是一個就是在工業界非常常用 非常常用的一個控制器 通常它會長這樣 像我們實驗室的話 我們是用它拿來監控環境的溫度跟環境的濕度 那它要怎麼去做一個量測跟控制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也是把比如說像溫度好了 我們就是把ShermoCouple 把它連接到這個控制器上面 那這個控制器它其實它可以輸出訊號 它可以輸出訊號通常我們會接一個relate 就是機電器 就是你們在電子學院 第一堂課電子學院講到的機電器 它其實是給就是一個電控開關 那譬如說以水溫來說好了 水溫它裡面其實它在做降溫的一個裝置的話 是裡面有一個compressor 一個壓縮器 然後它會去讓裡面的這個水溫去做降溫 但是假如說你沒有控制器的話 你把compressor 打開 它就一直降溫 降到就是 它最後打開的平衡可能是 說不定是1度或是2度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系統就有問題 因為你有可能就是 比如說1度 2度 這個在一般的環境中 你會發現它是會結水的 那結水的話其實這件事情對於雷射系統 它是一個它會造成元件上的一個損傷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溫度控制 那溫度控制它的做法 其實它就是用一個PLC 然後它裝了一個sensor在這個冰水裡面 然後它的compressor 上面串連一個relay 所以變成說 假如說我今天設的那個水 我今天我控制器量到的水溫啊 比我控制器的數字還要高的時候啊 它這時候relay就會打開 然後你會聽到那個compressor就是開始來運作 然後弄完之後啊 我的那個水溫溫度比我設的溫度還要低了 那它就會斷掉 那這樣的話就是可以做一個就是簡單的一個控制 但其實這種控制其實是有缺點 因為它其實它就變成是一個一直在做on off 所以其實你在量它的水溫的時候 它其實會像一個鯊魚鍋一樣 所以它不會收到太準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假如你要做一個很精準的溫度控制的話 它其實不太適合 但假如你只是需要一個散熱冰水的話 它還是一個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東西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其實它還可以傳數位訊號出去到你的電腦裡面 所以其實像我們實驗室我們其實 我們實驗室其實有去用電腦 然後去接收這兩個控制器的訊號 然後它其實每天不停的在記錄就是 我們實驗室的溫度、濕度還有水溫 那其實這邊其實可以跟大家就是講一個小故事 其實一開始這個控制器它的輸出 數位訊號功能是我們今年才來真正的 以前我們在做實驗室的環境的量測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每天進實驗室的時候 要拿一本小筆記的 然後這樣抄寫 今天這個溫度多少、這個多少、這個溫度多少 那我們後來就是有錢了嘛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做了一個改良 但是你把這個數位訊號就是傳到那電腦 你要寫、你要用Levue去做一個編寫、去做一個分析啊 然後甚至就是你要去 它其實它的溝通模式是一個叫 Movebox的那個Portocode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跟廠商買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這個東西 這個Portocode一開始我不會用啊 所以通常我就直接問廠商說 你有沒有一些範例 或說你會不會用這個Portocode去做一些 就是我要去讀它的那個訊號這樣 然後廠商說它不會 然後我會覺得很奇怪啊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會問說 他說你怎麼把這個東西賣給其他客戶嗎 因為它其實它這個東西賣給我 然後它有做一個測試 它就怕它有拿電腦 然後用它一個商用軟體去做 去跟它溝通 那是可以work的 然後說你會有啊 但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它那個 它有這幾個商用軟體 它很難就是 就很難整合到我們系統的上面 所以我跟他說總有就是 我需要就是 還有一些Library 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些控制的部分 他說其實我們這個程式啊 通常就是我們客戶買回去的時候啊 我們會用這個程式測試給他看 然後客戶他自己在用的時候 他們也是拿個筆記輪 然後每天在那邊抄數字 然後我想說 哇靠 我這樣的話我買這東西 我在幹什麼 所以我就 對 我就對於台灣工程師就無保理 就是他明明一個那麼好用的東西 但是他竟然這個就是他這個數位數的功能 他竟然他們代理商就是拿來做測試用的 他們有把他整個整理一個就是 讓你方便去記錄的系統了 那時候我覺得真的快搞到快突學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就是 一個也是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之前汪老師他有講到就是 你要傳遞類比 你要傳遞數位類比訊號的時候 通常會用一些銅鑼電纜 譬如說RG58那些的銅鑼電纜 但數位訊號線的話 他也有他特殊的線材這樣 這個先跳出好了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再選一個數位訊號線的時候 裡面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屏蔽 因為其實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其實充斥了非常多的雜訊 比如說像我們雷射 其實因為我們的雷射強度很強 它的電廠 它其實它可以游離 比如說它可能打在一個金屬 金屬的把握上 它可能就游離出電子 那電子它經過你的線路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產生一個很強的1N特殖 那假如說你的線路沒有修頂的話 它就是直接會在你的線路上面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那目前之前我們就有聽過就是蠻多的案例 就是它的 比如說他們在做 有幾組他們在做電子加速器的時候 它的電子打出來之後 它的一些控制器它就無法握 那現在我們目前還沒有試過 只有我們可以再試的就是在訊號線去做 假如說我們把數位訊號去做屏蔽好之後 是不是能夠降低就是一些EMI的一些對訊號影響這樣 那現在目前市面上比較常見的就是 訊號線修頂 第一個就是用銅箔 那它的屏蔽效應的話大概是缺到1%這樣 那第二種的話是用 這個是銅的編織網 那它目前它可以屏蔽的效率可以到千分之一 那其實現在最好的就是 目前看到比較好的線材就是 它有鋁箔再加上銅的編織網 這種它就可以目前看起來 就是它在頻率上的一個屏蔽可以到4個歐洲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在實驗上 其實我們會遇到真空的問題 那真空 你在真空環境下 你可能就比較不適合用鋁箔線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是感覺它應該就是會在裡面會有這些孔 就是它鋁箔就把整個空間就包起來 裡面就會有很多氣民 它可能會讓你在真空下很難抽這樣 所以我認為就是 假如說我們在真空上使用的話 最好的就是應該要選擇就是 銅箔編織網去做一個體力這樣 好 再來還有一個數位訊號我們可以用的東西 就是網路線 網路線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因為它有8個Pin 所以很方便就是我做一條線就可以傳遞8訊號 然後它這個接頭也還算蠻好壓的 然後壓完之後它要強度用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就是長距離的一個數位訊號傳說的時候 目前我其實還蠻preferred的使用網路線的 然後其實現在就是你去 這也很容易就是我實驗就是上一個有缺的時候 我可以趕快就在外面的一些資訊行趕快購買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就是馬上我可以找到一個東西 然後它其實現在假如說我用cat6的一個網路線的話 它其實現在屏蔽都做得很不錯 然後數位訊號傳說距離也可以做到很長 那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其實有時候我們不希望就是我們儀器上面就是 比如說我們接了 camera 然後又要幫它配一個 幫它配一個adapt就是power supply 那這樣的話就是有時候你在 其實我們在實驗室那個插頭其實非常不夠用 那這時候假如說你不希望為你的相機去配一個power supply的話 通常我們就選擇就是走一些電源在這個網路線上面 這樣就可以減少就是你們在架設實驗上也困擾這樣 但它其實是有一個限制 比如說以現在cat6來說 小功率的一個電源比較適合走在就是網路線上面 比如說功率大概是15W到30W 然後電流大概是0.3安培到0.6安培 其實基本上就是大概足夠讓你去供給就是你的相機 你的電源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需要再幫你的相機去找一個插座 你有可能就是可以直接從我的電腦 就是提供電源給你的相機這樣 這個其實在我們的架設實驗上 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地方這樣 那再來還有一個傳輸模式 就是這種DSTOP9PIN的一個serial cable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在目前儀器 你看到任何儀器 基本上它都會有這一種就是serial cable的傳輸線 那它其實假如說 其實我們可以把就是所有的那個數位訊號線去做一個比較 在分類上的話 其實有RS-232 然後RS-485 然後1394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接頭 其實現在比較少在用 目前我們實驗室也不太使用1394 它現在這個我記得應該是Apple出的一個接頭 然後再來是比較常用的是USB2.0、3.0 跟網路線GIGE-Cat-6 那它其實它都有不一樣的特性 所以你們在架設你們的實驗系統之後 這些線一定要好好去選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它的 第一個我們一定會看是它的速度 假如你今天 你是要傳遞就是很大量的一個數據的話 那然後你的傳遞很大量的數據 然後距離又很長的話 我會接你去為你的儀器去配一個網路線 因為網路線它的速度 它可以傳輸的速度可以支持到10GB per second 然後它的傳遞距離可以到100公尺 基本上可以在我們實驗室繞好幾圈 所以這是一個 網路線是一個 就是假如說你今天要傳遞 比如說我的 我量測的儀器跟我的控制的地方 可能就差這個距離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打一個網路線過來 那當然有時候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就是 有時候我們不免會用到一些 就是一次性的兩側 那那些儀器的話 通常我們就是用一個USB介面 然後接你的電腦 那我們這樣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快速記錄 那USB它 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接頭 但它的缺點就是它的距離很短 它只有5公尺而已 所以之前我就有看過就是 其實世面上都會有賣那種USB2.0的廠線 做的長長就是一條可能就5米這樣 然後之前我有看過有學弟就是 他可能就是他要控制的地方 跟他實驗的地方 可能也就是差這距離啦 然後就用那USB2.0的線 就是一串連一串一串連 然後最後跟我說 為什麼我就是抓不到那個儀器的訊號 因為他 因為USB2.0的訊號 它沒有辦法傳遞那麼長 它能量消耗其實是很大 然後當它就是從這個速度到速度更快 USB3.0的時候 因為它的頻率更高了嘛 就變成說它的傳遞距離又更短 所以3.0的線一定會更短 所以當你就是假如說看到有人就是3.0的線 也是一直無限延長的話 那它一定有問題 要趕快把它抵択掉 然後再來就是RS-232跟RS-485 這兩個 有些儀器它不一定會有GIGE或是一個原因 或者說其實GIGE可能會比較少 通常就是一些它需要一些高速傳說 高速或者說一個很大量訊號傳說的時候 這個儀器它才選擇就是配備一個GIGE 因為它的通訊設定也是比較 就是相較這兩項也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通常一個儀器它通常最少最少會有USB介面 然後或者是一個RS-232通訊 所以這個是就是以普遍性來說的話 RS-232通訊是最常用的一個方式 所以假如說大家要做儀器控制的話 我覺得可以從這兩項開始 因為它其實比較簡單 然後你學會之後可以利用在很多儀器上面 那其實這個我今天不會多講 因為其實這個在網上你們都可以找到 就是說我要怎麼用RS-232 或者說其他都是用一個通訊 就是用Serial去做通訊 那這個其實網上的Serial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這樣 然後這邊也是要給就是 這也是要跟學弟說的 就是以前我們實驗室買了很多RS-232線 它其實外面都沒有修理 然後其實我後來發現 其實它這樣子在傳遞訊號的時候問題很多 所以其實這邊就是跟大家呼籲是 只有你們要買數位訊號傳輸 其實無論數位訊號或說類比訊號 我會建議就是你們一定要多花一點錢 不要去省那個錢 然後去買一個就是它有做一個 有做shelting的線材 就是這個 所以有時候你用這種線 就是你可能測試的時候可以用 那你有可能就是長時間測試之後 它可能譬如說它傳輸了100筆記 它就設定low那一筆 那講說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出不定low那一筆記要就是 你真正要的實驗data 那你就會很厚 所以就是你們在實驗架設寫的時候 材料盡量選好一點 就是比較耐阻一點 然後雜訊的阻絕盡量就是也可以把它做好 這樣可以幫助你們在實驗上可以比較順利 那這也是為我們實驗室所講 就是因為我們實驗室所有實驗儀器 大部分都是在真空裡面 那你要傳遞訊號 你就必須要選擇就是它可以進行真空的冷線 那比較常見的材料有兩種 一種是captone 然後一種是FEP 其實就是鐵圖龍 那這種線是 它目前是可以到1乘10的負石頭 所以可以到耐到蠻Vr 那這種線其實它的耐溫也可以到很高 像這個是可以到250 那只要說是鐵圖龍的話 它的真空度可以到10的負八 然後它的耐溫可以到200 我為什麼會看耐溫呢? 因為其實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重要參數 在真空裡面 原因為什麼? 因為在真空裡面 通常我們儀器在大氣中它沒有問題 因為有空氣可以幫助你的儀器做散熱 但是在真空下的話 你的散熱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 比如說像電動平台 它的馬達它設計可能就是藉由 這些長長的導線 然後其實那些導線 其實是可以幫助你的馬達去做散熱 或者說就是 假如說你今天你有通一個電流在 通一個比較大電流在 cable 上的話 它也比較不容易就是在你真空中 就是被燒毀這樣 所以就是在真空中 它通常就是線材的問題 溫度會設計的一個比較高 是為了散熱的原因 那它的設計就是這兩種 就是你會發現它也是盡量就是把 不會有一些孔氣 它孔氣盡量變小 就是它的 connector 上面 它可以進真空的 connector 也是比較陽春的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在真空上面的線材 就是一定要去選擇一個可以進真空 然後盡量盡量還是可以選擇一個 就是有銅的網 去做一個阻隔的一個線材 好 那我們要講就是 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們最後就是要用一個東西去統合 所有的光電儀器 那我們實驗室用的一個方式 是用 RedView 去做一個統合這樣子 像以我們實驗室的監控系統來說的話 我們會有環境上的監控 然後其實因為我們有一個電子加速器 所以也有輻射量的監控 然後有一個智慧型電網 然後雷射系統 其實它在每一集放大器 其實我們都有做一個雷射能量的監控 那它會去看胖盒雷射或說放大器的輸出 或是去 比如說這個就是我們設計的一個 雷射系統的一個能量監控 它有問題的話 這些警報器就會亮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們雷射系統哪一集放大器出問題 然後我們也有做一個就是 雷射坡白的在線上的監控 假如說你的元件上面有打壞的話 通常你的雷射的微光 你的雷射坡白就會變得很差 那我們就可以在MARIA上面 就是看到哪邊的問題 所以這個可以幫助你就是在 幫助你 假如說你的雷射系統有問題的話 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問題在哪邊 那最後就是它會再併臨一個警報器 就是你這些東西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發警報 然後它就是找人來處理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們雷射系統 我們實驗室的一個監控系統 那它其實 它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它呢? 其實第一個當然就是實驗室的安全嘛 那第二個其實對於實驗者來說 你絕對不希望就是 通常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是調整一個獨立變數 然後去觀察這個獨立變數去 去影響你訊號的變化 但假如說你今天你的環境監控 做得非常爛 你有可能你的獨立變數沒有在動 但結果你又發現你的實驗的訊號碼 五八八門什麼都有 那這樣的話你的實驗就會做得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環境監控其實 假如你要把一個實驗做得好的話 你的環境很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其實 我之前也有聽過就是一個案例 就是那時候有一個研究生 然後做實驗做一做 他就看到他的訊號出現一個週期性的變化 他就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好像快要畢業了 然後這時候通常我們就是 我們做實驗一定會做一個 算是一個這叫什麼? reference 那reference就是 我剛剛就是調變一個參數 調完之後 出現一個訊號碼 訊號一個週期性變化 這時候我就要把那個參數就是 讓他固定下來不做變動 然後去做一個長時間的一個觀察 結果他把那個參數關掉之後 他就發現他的訊號還是有一個週期性的變化 就讓他非常沮喪 然後最後搞了搞了很久啊 就發現說 其實他那個訊號啊 其實跟著我們雷射水溫在做變化 一直是像一個賽波一樣 就是高低起伏這樣 這個是針對有這件事情 對 所以 但是有時候其實 比如說這種水溫 其實目前我們的確是沒有辦法到 把它控制得很好 但假如說 你的實驗嘛 就是好死不死就是會跟水溫有影響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還有一個比較消極的方式就是 我們就是去監控就是 我們的水溫 我們把這個數字就是每一發都記錄成 就是記錄你每一個訊號那時候的水溫 然後最後在你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啊 你用水溫去做一個過濾 這個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做的一個解決方法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從就是一堆 garbage data 裡面找到就是你想要的東西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就是一個暫時性的方法啦 就是所謂dirty solution 好 那剛才是我們實驗 剛才是實驗室的監控性 那這時候我要講就是實驗組你們會用到什麼樣的東西這樣 首先第一個就是DG645 就是這台儀器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幫助你就是 因為它這個儀器是幫助你就是去同步 我們量測儀器跟我們雷射系統之間的時間關係 所以它會給 它會收到就是雷射的 oscelator給MasterGard MasterGard的7個訊號給它 所以它這個儀器就會跟我們雷射系統 PERS同步 然後它再發訊號給你的 比如說給我們Laser Charter 或給你量測用 我們會用camera去做截取影像 會用VMe去讀取PotoTile的訊號 那甚至我們會用 DG645去控制我們把材 通常我們是用氣態把 所以你要去控制噴氣的時間 所以DG645是你們做實驗去控制 時間關係一個很重要的儀器 那camera是一個 我們實驗室非常重要的良測儀器 因為我們是看光訊號的變化 所以用相機好像也還滿合理的 那它就是可以去拍照 那我們要怎麼去調遍我們的實驗參數呢 就是用電控平台 像我們會用三個獨立的電控平台 然後去裝載我們的把材 所以你的把材就可以在真空中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調動你把材 跟你雷射之間的空間上的關係 所以通常我們在一個實驗中 就是我們可能會有10到20左右的電控平台 那它可能負責就是 它可能可以調整你雷射的兩到光之間的delay 假如說你有做一個delay line的話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它可以調整compressor裡面grating之間的距離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調整你雷射穿速的perspiration 然後我們在雷射出口 有用二分之一webplay跟polarizer 裝一個就是可以讓你調遍 每一發雷射能量的一個裝置 那二分之一webplay是裝在一個旋轉台上面 那這些東西 這些雷射參數 你會發現全部都是由我們translation stage去控制的 那你在實驗上 有可能你還會用VMe 也就是一個adconverter去結局 Volodype的訊號 所以基本上你去設計的實驗 你就要想辦法去 等於是用你的電腦 然後去做一個儀器控制 然後去統合這些儀器 然後去幫助你 去做無論是take data 或者說調整實驗參數 所以這時候我們其實又回到 就是最初這個邏輯圖這樣 因為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用電腦 然後去控制你的裝置 然後調整一個變數 然後最後再用你的裝置 最後再用你的裝置 然後發訊號給你的instrument 然後得到就是你要的data 基本上就是你在做實驗上的設計的時候 通常就是照著這個邏輯這樣 就是調一個參數 然後take data 調一個參數 take data 那 這時候我們要講說 怎麼用Lavio去控制所有的儀器裝置呢 好 這個就是 DG645其實剛剛看 就是它上面其實按鈕非常的多 那我剛剛說就是 最基本儀器設計的概念就是 讓你在做實驗的時候很輕鬆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 就是把你的面板簡化 那像這個面板其實基本上就是 簡單就是它有一個調整delay的功能 然後有一個pire訊號的功能 就這樣都沒有 就是我把DG645要功能拿出來 然後做個簡化 然後讓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就很簡單就按幾個鈕 然後就可以開始準備tempdata 好 那 這個是其實 我們之後其實我們希望用這個方式 去做一個 實驗上的一個訊號結局流程這樣 這個其實我們希望就是 之後我們其實會慢慢把它做成自動化 那怎麼做呢? 第一步就是 電腦它會產生一個檔案編號 其實就是我之前其實都是手動 那現在就是變用電腦 然後產生一個檔案編號 那這編號呢 它會傳給就是各個 比如說給控制camera電腦 然後它會去改變就是 它擷取這以下那個檔 那這是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就是 去調整我實驗上的參數 比如說這個 我參數可能就是少我的first duration 那你可能控制就是 你compressor 規定之間的距離 那就是要移動你的電供平台 那你的電腦就會發訊號給電供平台 可能動個一次動個10micron 那你就調整你的實驗參數 那你就可以準備要開始打data 那怎麼打data呢 你要用你的也是用你的電腦 然後傳一個訊號給DG645 然後跟它說 發一個Trigger訊號給你的laser shutter 讓它放出一個hust laser 然後給你的Trigger camera 跟你的相機說 你要截取影像 或是給你的VMe要take 然後偷袋的訊號 然後跟你的 GastGrade control的時候叫它要噴氣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說 你的雷射就是已經打到法材 然後也截取到data 那這時候你的 你的 就會命令你的camera電腦 去儲存資料到你的雲端硬碟上面 那最後希望就是更好的方式就是 資料自動儲存到雲端硬碟上面之後 我分析軟體會直接去讀取 這個時候其實 它的電腦在給DG645 叫它發訊號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 全實驗NESAGE的電腦它在發 比如說我有20個電動平台 它的位置參數到我的電腦裡面 那它會記錄成一個參數檔 就變成說 我不需要再去手動去 批那些實驗紀錄的一個參數 然後這樣的話 之後你在MainLab做分析的時候 你就給MainLab去讀取這個參數檔 然後快速的去做分析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做到 就是即時的一個資料分析 然後決定就是你下一個實驗 參數要怎麼去做變動這樣 那 就是又回到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觀念 就是為什麼要設計的東西呢 就是 你其實做實驗之後 你真的不希望就是一直花那實驗經歷 然後去改那個檔名啊 然後又怕那個檔名又會改錯 然後 你在改檔名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會想說 我下一個 數據我應該要怎麼去設計 這樣的話 其實通常就是你在想下一步要怎麼做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檔名就會存錯 然後導致你後面實驗分析變很痛 所以假如說就是做 我把這些流程去做 用自動化去做一個簡化的話 它就可以幫助你就是在 在實驗上去更專注就是很難的物理問題上面 那這是我們之後會很努力去做的事情 好 然後我要很快就是講一下就是 通常大家入手Review的時候 通常會發現說它跟一般的C語言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C語言是文字上的一個Program 但是Review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圖形化的一個層次的一個編寫這樣 那其實通常我在看一個Review層次的時候啊 我通常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我通常會把它當作是一個電子電路來看 所以它其實它每個原件其實 你會把它當作是一個IC 那其實整個Review它其實 我們在寫C語言的時候 其實它程式語言就是從上到下 順序是這樣 那Review的話 你在看一個Review程式語言的話 它其實也是從左邊然後到右邊 那上下其實是沒有先後值 然後有可能 它其實是可以做到平行率算大 所以當我們要 我們今天我們要怎麼去看懂一個 Review程式的邏輯 就是你第一個你要先看懂 就是它最主要的資料是怎麼流動 像你以 你以這一個程式來說啊 它其實最主要就是它 第一個它是 就是這邊 第一個你就把它當成一個黑盒子 它這邊它其實是去讀取一個DSE的一個訊號 其實 好不對 我應該這樣講 先從這邊講 就是它這整個程式其實是一個迴圈 因為我剛剛說的就是 這個程式其實它是幫助你去做一些 就是很重複的事情 所以它通常就是這個一定是寫在一個迴圈裡面 那迴圈外面的話 左邊是頭 右邊是尾 頭尾的話以C語言的程式邏輯的話 我們會去做一個功能上的宣告 所以其實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其實就是去宣告 像這個字去宣告說 我要做一個DSE的讀取訊號 然後這個是去宣告 我要做一個DSE的訊號寫入 宣告完之後 它訊號會傳遞到就是這個迴圈裡面 那這個時候啊 資料流基本上它就是從 最主要的資料是從 讀取 最主要的讀取資料就是從這邊流到這邊 那其實最主要的寫入資料 是從這裡流到這裡 這兩個就是 基本上這兩個部分就是那整個程式 最主要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是什麼呢? 其他部分基本上就是分析 就是你這邊讀到訊號 其實你會看到這邊線 連接過來 其實它的線其實代表就是一個資料流 它資料怎麼流 然後流到這邊之後 這邊這個區塊是 你在分析上面你的一些分析的參數 然後在刪這個地方 這兩個component其實是做一個顯示 其實我應該標錯這個應該刪 因為你要先把資料先做一個運算分析之後 然後再流到這邊它會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一個很複雜Legu層次 你就把它 試著就是把它 把這系統把它看成就是好幾個模組 一個是輸入的模組 然後再來是一個運算的模組 然後還有一個顯示的模組 那最後 它最後分析出來的資料啊 你看到它這邊會傳遞到這裡 那這邊其實它這邊會輸出一個訊號出去 這樣 所以通常簡單去看 假如說你今天你一開始學Legu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 你要先把一個很大的一個層次 先把它當一個系統 然後接下來你要找出它的各個模組在幹什麼 那其實模組裡面其實它裡面就有很多小元件 這時候 可以給大家就是一個好的方式就是 其實Legu它的一個很好的功能就是 你把這些元件 其實你點右鍵它都會有help 它其實它的資源就跟MateLab一樣豐富 所以你通常可以從help裡面找到就是 它每個元件它輸入什麼東西進去 它輸出什麼東西出來 它其實它在它的手冊上面其實都寫得很好 那你們要學Legu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用我這邊講的邏輯去看懂這個層次 就是大概 你只要看懂大概它整個資料怎麼流動 然後它整個層次分析的脈絡 然後這時候你有看不懂的元件 比如說你不知道說這個是幹什麼 那你就點右鍵 在這個元件上點右鍵看hell 它就會跟你說這個元件 它輸入什麼東西輸出什麼東西 那你很快就是可以從這個圖形畫 知道說它整個層次大概在幹什麼 好 好 要超過這些東西了 好 最後就是我們直接到我們今天的conclusion 那這邊我要回到最頭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儀器控制 第一個就是要幫助你解化你的實驗 讓你的實驗變好做 讓你不用想一些那些儀器背後很複雜的問題 它可以幫助你去做一些 因為你會希望說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任何影響你訊號的因子 比如說溫度 濕度 它這些東西最好都不要動 那假如說它真的不好控制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對這些參數做監控 那這樣的話你還可以從 你監控的一些監控資料 然後再去過濾你的 監控的訊號再去過濾你的資料 從你的垃圾Data裡面找到你的訊號 所以第一點就是 假如說你沒有辦法就是好好控制你的 各個實驗的操作因子的話 你起碼最少一定要監控它 然後假如說你的實驗操作界面 你可以做到很好的話 體驗上我覺得它就應該會像一個 就是遊戲一樣好玩這樣 我是希望就是比如說 像現在就是我們在玩電腦遊戲的時候 就會有模擬賽車遊戲 或是模擬飛機遊戲 它也是 這些東西其實也是一個儀器控制 那假如說你今天就是 你把這些User Interface 把它做得就非常友善化 就一定你也可以做一個就是 電子加速器實驗的一個遊戲這樣子 你有可能就在上面 看我就 因為為什麼遊戲很好玩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它很簡單嘛 因為它所有就是所有參數啊 你所有資源 所有數字全部都寫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簡單面板上 馬上知道說 欸 我要贏得這個遊戲 我需要就是把你的拿結束 它就秀在裡面 然後它的操作也很簡單 因為它面板通常會讓就是設計到 讓你就是很好操作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控制 就是你的兵要去哪裡啊 然後這樣的話 假如說你在這種東西 其實類比到過去 遠古社會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將軍在打仗 你那將軍你要手動去操控 就是一萬個兵的時候 就是你要想就是那個非常困難 你要去靠那些旗號 要去控制這樣子 但是我們因為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儀器控制 然後因為變成說你的士兵變得不是人 他是一個好多一個一個模擬一個東西 那你就變成說可以很簡單的去控制你的士兵 你就是一個大將軍 然後你可以控制這些兵去做 去取得遊戲的勝利這樣子 跟以前將軍比起來的話 你就變得非常容易這樣子 然後 這其實我在講說就是 其實 我覺得除了那個汽車的中控面板以外 其實我覺得現在智慧型電視 它的遙控器也是一個非常差的一個儀器設計 我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他一個遙控器上面要做六七十個按鈕 操作起來非常困擾 然後 像我家裡就是有年紀比較大的 然後從來都搞清楚就是那些 為什麼電腦就是電子上面要有一堆輸入訊號 然後這個又很難切換 然後覺得就是我們這些學物理系的 對於家裡的最大的貢獻就是 可以幫助把他們用遙控器 就是有時候他跳到另外的輸入訊號的時候 其實家裡只有你會用遙控器調到 就是他們想要看的電視畫面 好 好 其實後面就是 我們後面會講到就是 後面其實都是我們實驗室的一些儀器的例子 但今天看起來好像時間快結束了 那後面的東西我覺得可以就是讓我們時間的學弟就是 有空的話可以再聽我去講 我去介紹我們實驗室的儀器 怎麼去做儀器控制這樣 那我想今天的那個 這堂課就到這邊結束這樣 謝謝大家